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他输得这么惨 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 九合一选举常被看成是对台湾执政当局的信任投票 之前的陈水扁和马英九执政时期 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是在第二个任期才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输 但蔡英文第一个任期 刚过半 就在九合一选举中输得亏不成军 这显示出 蔡英文是台湾开始竞争选举以来执政最差的一件行政当局 现在原本是国民党最弱的时候 他被剥渡了党产 内部还不团结 是韩国瑜在高雄镇币异库 重新拉起了国民党的士气 但很多分析认为 这次国民党大胜不是因为他已经恢复元气 而是蔡英文和民进党执政势力远落了台民众 很多人是民进党为骗子 宁投谁也不投民进党 才让国民党扩大了营值 这一次民进党上台以来 在倒内拼政治 搞清算 在两岸之间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使两岸重新回到对立 他们的心思没有用在和平巴掌上 至于台湾的基本民意是抢着来的 原来民进党支持者曾喊出过 独自扁扁要选阿扁的口号 民进党自己忘了台湾民众到底想要什么 以至于这次丢了大量中间票和青年票 九和一选举本来不怎么设两岸一起 但 是这一次民进党大打两岸牌 也恰好说明操弄两岸对立 这一年进党曾屡是不爽的招数大势已去 2012年蔡英文出给马英九十 民进党高层就曾表示要反思该党的两岸政策 但是他们的这个记性并没有珍藏 希望这一次民进党能够吸取足够的教训 美国此次也深度进入了台湾九和一选举 美国官员指责大陆干预排选举 为民进党帮箱 结果发出的清晰信号 民进党恐怕只有走出这样的邪门歪道 认真辉引岛内民众的和平与发展的诉求 调整该党的政治路线和竞选策略 否则的话 该党在台湾的路必将越走越窄 大陆不会走具体干 遇到内政党斗争的路线 但大陆会坚决反对岛内政治游戏 导致台湾对国家的离心倾向 随着大陆越来越强大 通过对抗大陆来营造在岛内的政治资本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期待 两岸关系将在大陆及台湾岛内各派力量 共同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逐渐稳定下来 我们相信那样的局面早晚会形成 因为它是大的潮流 在岛内 谁与这一潮流相向而行 谁将在战略上赢得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